6月1日儿童节当天,马依丽谈到小孩读专业艺校中专的话题,她表示在自己看来,在可以选择读正规中学的前提下,选择专业艺校中专并不是很好的选择,她以自身的亲生经历为例,要想在艺术的道路上走得更宽更远更久,扎实的文化基础,尤其文学理解能力很重要。 她在文中写道,当了两年考官,看到太多艺校生空有一身形体声乐功底,独缺内在文化涵养之称身形与灵魂的合一,她还表示,现仍有太多只顾眼前名利的父母,早早让孩子放弃在最该学习的年龄,攫取知识,弃文从意,终将留下无尽遗憾。